我不用玩,我不用走点水 我还要去上一场排队 中国游泳队的选手不但在国际赛事的表现出色 他们的颜值和身材更是不在话下 这次Spicy Boys将这些中国水男孩们分成四个战队 共计11位轮番上阵 第四集亚洲登场的是与明星吴亦凡 孔刘、南祝贺以及许光汉 有张明星脸的明星脸战队 他们分别是吴俊杰、季星杰、严子辈与汪顺 19岁的吴俊杰在去年的中国全运会 拿下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第六名 是相当具有潜力的一名星星 他常在社群媒体和粉丝互动分享自己的生活 而这段影片让粉丝们有机会 一窥体育直男们的宿舍生活 你看看你看看一个个好妖力 火辣男孩名副其实 青春的肉体用不完的精力 Gosh 擅长自由泳的季星杰 他的实力在中国国内甚至是亚洲 都是名列前茅 2018年的亚加达亚运 他拿下了两面个人项目的铜牌 不过他距离奥运的颁奖台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去年的东京奥运 他参加的三个项目都在首轮预赛时就遭到淘汰 即便如此 从他在近两届中国全运会的竞赛成绩来看 就会知道他是持续在进步的 2017年的中国全运会 他虽然拿了五面银牌 但他并不自满 他知道他需要一面金牌来证明自己 去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在全运会拿到两面金牌 接下来直到巴黎奥运的这两年 就看他的进步幅度是否足以追上世界顶尖的选手 让他站上奥运的颁奖台 每一个运动员都在努力创造自己职业生涯中 最最闪耀的高光时刻 如果颜子贝突然宣布退役 那么回顾他的高光时刻会是在2019年 当年6月 他在佛兰克里蓬游泳纪念赛的100米挖泳项目 打破小官爷诸独保持的亚洲记录 一个月不到 他又在7月的国际泳联市井赛 分别在半决赛以及决赛 两度打破自己创造的亚洲记录 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挖王 不过我想他不会满足于此 退役前相信他会持续push自己 努力成为世界挖王 最后一位是去年在东京奥运 夺下200米混合用金牌的汪顺 他的金牌之路说起来简单却也不简单 就像是预言故事龟兔赛跑的道理一样 一开始走得慢没有关系 只要你肯坚持下去 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而这位奥运金牌得主 接下来的目标是继续超越自己 只不过在今年的布达佩斯游泳市井赛 他因为伤势的影响 在自己的主项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半决赛中 只游出2分01秒35的成绩 排名第16位无缘晋级决赛 这个成绩对比他去年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冠时的成绩 1分55秒00退步了不少 希望他能够好好养伤 调整好状态 重回巅峰 关于汪顺更详细的介绍 请看这支影片 汪顺的金牌之路 当然也有你最爱的BL元素 影片连结在下方的资讯栏 记得点选收看哦 谢谢你的收看 下支影片再见 下支影片